台北市赵会简介 台北市赵会与存在是以城市为界限 一城一会为原则 赵会没有特别的名称 乃以城市名标称 台北市赵会是基督宇宙身体 在台北市的出现 台北市赵会于1948年成立 迄今共有70个会所 寿敬的圣徒已遇16万人 目前约有5万圣徒 分别在10个大区里通过赵会生活 包括北投士林 大同城中 信基港湖 大安 及文山123区 台北市赵会传基督 为和平的福音 阐明圣经真理 活出生命见证 关怀社区 培育健康属灵的下一代 曾获行政院颁发 连续10年 新办公益慈善与社会事业基优纪念奖 带动社会正向健康之风气 以发挥基督徒在世上作严 做光的影响力 1998年 成立德荣基金会 投入青少年生命教育工作 2012年 成立佳安老人长期照顾中心 提供长者周延完善的照护 网路资讯中心 则是透过影像 图文传播 使福音生活化 并随处可及 照会生活的实行 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 照着神牧养 完成神的经轮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到 我来了 是要教养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台北市照会带领圣徒 借着诚信圣言 指示文斋 跟随主今时代的说话 竭力追求恢复本圣经 生命读经 指示书报 使人人进入草场 并且开办真理课程 初信课程 带领圣徒 享受新约执事的丰富 也鼓励圣徒 建立每日读经 祷告的神人生活 借由导读 研读 背诵 讲说 使我们被真理构成 受主牧养 并能照着主耶稣 在他静止时的榜样 牧养众人 第二 人人进攻用 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 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 台北市照会实行新路 恢复 人人进攻用 针对各个圣徒 及各专项之需要 伴依弟兄 侍奉成全训练 姊妹成全训练 在职圣徒成全训练 新人成全训练 其使众圣徒成为进攻用的肢体 一面周周访人传福音 也开拓社区儿童 校园扩职场福音 领人归主 在新人家中聚会 照顾喂养新人 挨家挨户建立儿童牌 青少年牌 大学牌 青植牌 社区牌等聚集 彼此教导 学习真理 也借着撰写申言稿 鼓励人人操练申言 使众人有学习 得勉励 以建造照会 第三 相调为建造 带进一个新人的实际 台北市照会 落实主仆 李长寿弟兄 对全球众赵会相调的负担 忠信跟随一年七次训练 与特别聚会 各会所办理 东夏季现场训练 录影训练 成全圣徒 进入执事的丰富 也带领圣徒 有份于主在各地的行动 顾到主在地上的权益 主在亚洲的行动 主在欧洲的行动 主在欧洲的行动 中南美洲 及非洲等地的照会相调 在一个新人的感觉里 实行照会生活 突破国籍 种族 文化的隔阂 活出一个新人的实际 正如哥罗西书三章十至十一节 与罗马书十五章六节所说 经历基督做一切 又在一切之内 同心和意 用同一的口 荣耀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神与父 2018年 台北市照会 迈入第七十个年头 愿主保守我们 在祂的恢复里 得知神今日的真理 并能实行真理 叫我们不做这 今日真理的落伍者 神借着祂的说话 训练我们敬拜 并有份于基督 使我们能绝对 为着神而活 展望未来 愿我们都向主敞开 与祂连结 并在以下几件事上 积极往前 第一 建立每日诚心 祷告读经的生活 第二 在照会生活中 经历基督做宿基 第三 借着祷告 认罪交通 点燃福音的火 第四 每年每一个大区 新增一个会所 第五 享受基督做番祭 更新奉献自己 做今日的得胜者 愿在照会中 并在基督耶稣里 荣耀归于祂 直到世世代代 永永远远 阿们